警方趁主贤跟同伙 見到牛肉麵店消費時 一擁而上將他們逮捕 當場從他們身上 起出制式和改造的衝鋒槍 車上另外一名共犯拒絕下車 警方立刻擊破車窗 並對空名槍抓人 還從車子的中央扶手內 搜出一顆美智手榴彈 火力相當驚人 綁架案主嫌圖浩君 綁號報紙 背了16條通緝案件 去年三次遭警方圍捕 都被他拖逃 這次中部角頭要命小方 方敏一的兒子常偉正 疑似欠下好幾百萬的債務 嫌犯將他綁架 沒有想到嫌犯跑到墾丁玩水避暑 卻被警方當場圍捕到案 看起來是在度假 因為有騎沙灘車有下去衝浪 偽裝成兩對夫妻住進民宿去 才鎖定到他 大概是確定他住在哪邊 常偉正今年大年初一被掳走 勒數五百萬 被拘禁了14個小時才獲救 而到案的圖浩君才26歲 是中部新生態角頭 也是詐騙集團幕後主嫌 身邊小弟簇擁 還攜帶強大火力 幸好落網時 沒有發生警匪駁火事件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接著連鷹線網球員 S&T小組 台中報導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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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